只要敢冲敢做就可以成为成功的创业家 钢楼宾记虚实之间借离使力 这都是太极的精妙之处 打拳 招拳的都是金法碧眼 英国大方拥抱外来文化 进而为自己所用 这在伦敦随处可见 唯一的华人联孔是来自台湾的朱家月 他是英国最红的人工智慧公司 定卖的元老级员工 为什么在英国工作 他说带我们走一圈找答案 这是一个全欧洲最大的生化研究机构 他就把各个学校精英实验室的人才 都集中在这 还没开 但是他很壮观 然后Google在这边有一块地 这一块地都是Google的 Google的 以后Google旗舰大楼就盖在这 答案是聚落 国王十字车站附近 不只有哈利波特9U四分之三月台受人瞩目 这附近的科技聚落 也吸引世界人才的目光 在转到过去开唐手杰克的犯案区域 也是迪克斯笔下犯罪跟贫穷的地点东伦敦 在英国15年 台湾第一代的网路创业者薛晓兰 要带我们寻找另一个答案 上次来的时候 他们在做那个jobs 就是那个电影的首映 然后那个把导演都请过来 Second Home是英国首相卡麦隆的 资深顾问创办的 独特的空间设计 跟丰沛的人脉与资源 让薛晓兰决定在这里设立公司 要这边设公司 网上申请两分钟就好了 所以这边整个的一个 这个企业的流程 非常的简单 而且很便宜 你设立一个公司 大概一百多块吧 所以各国来的人 在这边只要 只要愿意来 敢冲敢做 都可以做得成 敢冲的不只是台湾人 在不远处的另一个创业基地 来自爱沙尼亚的MAT 也告诉我们 在伦敦创业 Super Easy 为什么呢 这个四平大的办公室 有答案 我在伦敦社总部之后 不仅人才随时 总部之后 在伦敦社总部之后 不僅人才隨手可得 還獲選最具成長潛力的新創企業 免費獲得半年的專業管理課程 和專屬導師 英國一個島國 一個人口有限的國家 大方擁抱外國人才 也成為世界各地人才 實現共享的地方 他們的夢想也成就了英國的成長 英國的數位創業環境 外國人都說好 到底英國政府做對哪些事情 下一站我們帶您拜訪 兩大關鍵機構 告訴大家 好 胡色 決意 電球